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的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就是我們的中央終於委任了李家超做新一任的行政長官 到底這次是怎樣委任李家超呢?是要李家超上去做委任還是怎樣? 如果不能上去做委任的話,究竟那個原因是什麼呢?我大膽估計了 稍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不要叫李家超上去做委任呢? 當然到了交接任命的時間,也是要李家超親自上去 不過這個時間,似乎有更加重要的任務要做 到底是什麼重要的任務呢? 稍後就會和大家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那就不會做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的中央國務院就正式委任了李家超 除了我們的國務院有不同的講話之外 基本上我們港澳辦等等各方面的事情也都有一些講話 李家超他自己也是非常感謝中央的任命 到底是說了什麼呢?我們一起去看看 國務院的總理李克強在昨天520的時間 一個很好的指押 主持並且召開國務院第七次的全體會議 也都是決定任命李家超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的行政長官 我記得我在19號的時候看到李家超 當時我們還要叫他做行政長官當選人 因為他還沒有任命 所以我們暫時還未可以改口 叫他做後任的行政長官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正式叫他做後任行政長官 李家超就會在2022年7月1日就任 會議裡面就審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李家超的選舉的報告 也都是聽取了國務院的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講關於有關整個產生方法等等不同的事情的匯報 夏寶龍在匯報裡面就說到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第六任的選舉裡面 就是按照到很多不同的法規 去體驗了進行了 也都是體驗了一些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 他是非常之高票當選 體驗了我們香港各界 團結一致 是非常之期望可以是 再出發的 李一強在會議裡面就有一些講話 中央政府就是會繼續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地管制一個兩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 落實中央對我們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 記住一件事是全面管治權 OK 高度自治 但是 始終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中央是有全面的管治權 這件事是不可以坐的 還有就是要堅定地落實 愛國者治港 並且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別行政區是依法施政的 也支持香港去鞏固 提升一個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也都是要加快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一個位置 提升我們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發揮我們香港的優勢 要更加好地融入我們國家 一個叫做更加快融入一個 國家的發展大局 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 記住一件事繁榮穩定 是要長期的保持 另一強總理就 相信李家超就任了之後 一定可以團結地帶著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一屆的政府和各界人士 更加齊心協力 開創我們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繼續寫下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新篇章 所以對李家超是十分滿意的 所以就簽署了一個任命狀 任命李家超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754號 非常之威武 國務院港澳辦的發言人 在談話中表示 中央政府在今天委任了李家超 也祝賀他 發言人也說李家超先生 長期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擔任一些政府職務 也是擔任一些要職 有保安局 局長 副局長 政務司司長等等重要職位 愛國愛港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 也是熟悉政府的運作 勇於擔當 無實有為 亦是獲得香港各界的廣泛認同 亦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 發言人就說 未來的五年 就是香港由亂到治 並且走到治及興的關鍵時期 是一個關鍵時期 我是非常之同意 所以新一屆的行政長官和新一屆政府責任非常之重大 使命是非常之光榮 整個中央 整個國務院 整個港澳辦 亦都相信 李家超一定能夠廣泛的團結 各方面的言能支持 早建成一支 愛國愛港 敢於擔當 而且是有為 還要是精神團結 為民服務的管治團隊 帶領著香港社會 是更加更加 帶來前能 更加更加好 更加響好 亦都是為了我們香港 開新編的 反應亦都強調 中央就是要繼續 支持我們的施政 一個兩者 高度自治的方針 全部都是一定要落實的 亦都支持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頭位 就是要放空疫情 接著就是經濟發展 再趕善民增 然後是提升我們香港 國際金融 很多不同的 核心 的業務 亦都有我們中央政府和國內的 祖國的鼎力支持 相信我們香港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裡面其實已經開股了 為什麼不需要 李家超 走上北京去任命呢 因為李家超現在 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要在香港做的 就是 就是祖班 祖班這件事 相信他都要 有很多心靈 因為有很多人提了很多不同的人才給他 他亦都要了解一下這些人才 然後再看看 這方面的人才其實 跟 他是合不合的呢 一起做事 好不好呢 做不做得到呢 他都要看看 所以他重要的任務就是在香港 要繼續 在做好 早班的工作 所以 不可以過去國務院那裏 但是 據了解 他亦都會在六月尾的時間 去到北京 接受一個的任命 也有一個意味就是 會不會 在7月1號 25周年的 叫做回歸紀念 我們中央這次 沒有人會下來 香港 一起做一個 慶祝活動 以我估計 很大機會 一些中央領導人 可能在深圳 或者北京 隔空地一起慶祝 為什麼 始終 香港 有幾樣東西 我相信是 未解決得到 第一樣東西就是 現屆政府的 疫情防火工作 我覺得是 有所遺漏 做得不好 可以更加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 保安事務 那方面的事情 因為大家看到 黑暴是 真的是重臨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 為了 各方面的原因 各方面的安全着想 我都認為 不如 25周年的慶典 可以 是 隔空做 都沒問題 是不是 你想想 我們亞運 都可以 真是 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是不是 所以 大家看到 我們對於 疫情那方面 是 擺在 第一位 而李家超 也在接受任命之後 他就 透過後任的特首辦 發表了一些聲明 感謝中央人民政府 委任他 任命他 成為 接下來第六任的行政長官 他說 深感 榮幸 也知道責任重大 所以他將會 忠誠地 堅毅地 是去 肩負起他的使命 記住喔 是忠誠地 堅毅地喔 你想想 有時 有些人 可能是 讀書好厲害 好打得 都未必做到這些 10A都做不到 何況有些 不是10A 那當然 讀書是不是很重要呢 緊要的 但是 讀得書的人 是不是代表他 能力很高呢 我又看不到 是不是 就算10A 都是這樣說 李家超就說 他將會是 不負中央 和香港市民所託 帶領新一屆的特區政府 按照著基本法 全面這樣去 貫徹 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方針 高度自治的方針 那麼他就會 黑盡己任 迎難而上 致力這樣去解決 一個叫做 民生的問題 為民解困 團結社會 同建充滿活力 希望 發展機遇 和 共融關愛的香港 這些都是我們香港 所需要做的事 但是 現在做不做到呢 暫時 就我相信要 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才做到 葉太也都 在今天的 中午時間 上午時間 也都說 政府 政府 下屆政府 需要大刀闊斧 改革 才可以破解 社會的矛盾 也都是 阿太 在《紫荊雜誌》 在昨天的時間 有一篇文章 《一國兩制的挑戰與破解》 這個文章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長的 他有幾項的不同見解 他認為在《一國兩制》中 有五種的矛盾 包括社會主義 國家包容資本主義社會 高度開放與 不完全開放 大陸法與普通法 政治體制的不同 意識形態的差異 這五種的矛盾 是必須要 破解了它 但是破解這個挑戰 是很難的 他就說這些矛盾是可以破解 破解的方法包括 通過政策去調節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 當然 資本主義就讓你壟斷也可以 碰到也可以的當然不行 是不是可以亂的賺錢 這樣也不是 以法律去抵抗 去抗衡西方的勢力的關於 和滲透 大家都知道 我們用普通法去對付 普通法的西方國家 是最好的 這樣就不會給他們有任何的藉口 接著就要尊重普通法的原則 所以大家看到 即使是人大常委 決定去做一個 叫做 港區國安法 但是 你看到我們港區國安法 亦都是用一個普通法的原則 去做的 你看得到亦都是用了很多 刑事罪行條例的東西 在裏面 是不是 當然 國安法是一個很新很新的法律 亦都是一個 說真的 都叫做 嚴謹的法律 那所以呢 那些黃絲黑暴 其實是很害怕 現在犯了國安法的人 亦都很害怕 為什麼 原來 他是有一個 最低消費的 有機會 有機會有最低消費的 所以呢 他們是十分之害怕的 還有就是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是要為香港進行政制的大手術 很明顯 現在政制裏面 是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包括 公務員 作為與不作為的問題 很多人就看到 很多的公務員 真是 可以做得更多 而沒有做更多 是不是 亦都 令到的形象 是非常之受損 由那時候說世界一流 亞洲第一 的一個公務員團隊 受人哀呆 但是問題是 變成 被人罵到 一當也沒有 這些是真是要 進行大改革才行 以及說要 重建 香港的愛國愛港 正向的 價值觀 為什麼以前 小哥愛國 的東西呢 為什麼以前的 叫做 國民教育 好像又 沒什麼呢 這些都是要 重新再搞 還有記住一件事 愛國愛港的一件事 不是宣諸以口 甚至乎你是不需要宣諸以口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用行動 去證明 現在在說這件事 價值觀這件事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是要做出來 不是 說真的 這些東西 你 說用什麼 但是你是不是言行一致 其實 大家 是會看到的 葉太也說 在破解矛盾裏面 中央政府給的 支持和指導 是不可或決的 中央都一定要 幫忙參與在裏面 例如就是為香港定立港區國安法 原始選舉制度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肯定了香港 八個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以及 香港現在 面對嚴峻的新冠疫情 中央也都給予香港無限的支持 都是有助我們香港在逆後回復一個 叫做復甦和長遠的發展 他認為下屆的政府必須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才可以是有效地利用香港經濟民生的發展策略 等一國兩制可以行穩自願 這些都很合理 明年又是區議會選舉 當然 在愛國者治港下 立法會 還有是一個 公務員 都一定要是忠誠地效忠我們的中央人民政府 也都不可以有任何一些 泛部派的背景 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即是泛部派都好 你一定要做成一個 變成一個 愛國愛港的東西 是不是 你怎樣都一定要是 忠誠的反對派 當然 那些人是不是忠誠呢 我們都要是時間 去看才行 但是區議會這裏 就不落入 這次的改革之中 那所以 未來新一屆政府 落墨點 都要在區議會這裏 區議會這一個問題 始終都是要解決 選舉制度 到底會變成怎樣選呢 那都是要 重新要想一想 不可以再沿用 以前的一個 想法 你想想 在上一次的區議會議員宣誓裏面 有些泛部派居然都是過了 那這些就證明 是有 還有一定的漏洞 希望我們接下來的政府 可以解決了 好了不知大家怎麼看 李今超 這個被任命的事件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陣 留言訂閱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